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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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完之后,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不是很相信这些东西 说真的,如果我自己不去验证过 我是不会推荐给大家,好像成龙那样用个霸王 我不会动员的 所以我会先看过,我觉得真是合适 真是确实,这枝巴没得顶,是真是准确的 我才推荐给大家,这位师傅 因为有些人已经PM给我,怎样可以看到这位师傅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今集给一个类似是一个批评 380元就是可以看一天,对不起,380元就是看一小时 一小时,一小时,大一位,先排队 神经病,三百多元是一小时,你没事吧 因为我答应过师傅,这次的集数就是帮他做善事 将这些钱捐回给人的,所以就是一个大优惠 这个380元,我也会给师傅的 所以大家,但是有限额的,不是个个都可以的 限额就五名内,一百三十集大优惠 如果大家想看这个全港首创印度教的塔罗牌的占卜 可以过来看,到时会教你准备 都不用到时教了,可以说定的 如果有兴趣看的,到时再留意我们怎样公布 还有要买一些花来拜祭这个的湿河和这个的发天 另外还有一些的优惠就是 上次,Jack Gio送了一些银石过来 可不可以说一下是什么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水星 就是这些我们叫流星 那些流星呢,你撞到的地球 撞到每一个,可能撞到泰国或者去美国或者去欧洲 各个国家都不同的形状,弹出来的时候 都是弹出来的那一刻呢 是的,那这些呢,不是普通的 你可能会说,跌到那里我们去撞 原来都没有,原来都没有这样东西 没有这样东西的原来,是的 那因为呢,他们每一个国家 跌出来的形状都不同的 而且质地都不同的 而且在泰国很多都假的 是的,到时会教大家怎样分真假的 那这个有什么用呢?就是用来皮斜很重要的 挡钢,洗钢,还有黑气 黑气是什么呢?可能你觉得很倒霉的 那你就拿去,可能有些胜水 如果家里有胜水,没有胜水 就用清水,然后再练三线 没有特杀,就是用佛手经练多 之后呢,那你就用来洗澡 或者洗臉,洗粗壮东西 那就是努力多些做 而且要怎样保护它呢? 就是最好放在包裹里 又或者男生可以放在包裹里 女生最好放在包裹里 包裹这么大,尺寸可以放在包裹里 你就是选小的,我这批很小的 因为这批很小的,所以可以放在包裹里 我也是放在包裹里 其实特别是去什么呢? 例如你去一些坟墙 又或者你去一些有八市要去的 其实它可以放这些东西 如果你现在想有股猛就最好 就是没什么输了 是的,没错 大家如果想得到这个银石 银石,是吧? 是的,这个银石银石一样 就是银石银石 这次就想和大家玩个游戏 那怎样可以得到呢? 大家留意了 我们的Facebook Page 会开一个Live的 到时我会在店银店里 再开一个Live 到时我会说明是哪一段时间 哪一个日子 大家报定Facebook 然后我开开 到时大家留言 留言 那怎样留言呢? 到时会在限时两分钟内 然后大家like和share 一定要like和share 如果不做这个动作 我是不会送这个银石给大家的 然后就在下面留言加一 那么最快 因为我现在先看看 现在手头上有1234567 7粒的碎石 大家留言之后 头7名的朋友 如果like、share和留言加一 那投7位的朋友 就可以得到这个碎石了 这个可遇不可求的银石 基本上坊间是没有这东西买的 我们现在是免费赠送 130张大赠送给大家的 大家留意回了 上次除了找这位师傅 另外就是他上次去了泰国的一家庙 这家庙我觉得挺有趣的 那么后来也会和明明 可能会搞个团 带大家去泰国去拜训神 去参观一下泰国当地真正泰国人去的庙宇 就并不是说香港人很熟悉的庙宇 是的 那可能大家没听过 我上次去有一家庙就是去求姻缘的 是的 求姻缘 那怎样求呢 很有趣的 他有个故事的 他就是说 你去求的时候 因为那些人很喜欢在家庙放字摇 放字摇之后 有个故事就是说 有个小和尚 因为见到那些人放字摇 然后就收了一些字摇 就回来放在佛造里面 然后越收越多越收越多 然后小和尚就觉得太多了 然后就把这些字摇扔掉 扔掉之后 然后第二天 他无端端发烧 然后他和他的手 无端端好像被一些东西烧到 然后他就觉得 为什么这么怪的 然后那个主持就出来跟他说 你昨天做过什么 然后他说 没有 我只是做妙语的工作 和去收回一些字摇 然后我明白了 应该你是帮佛祖收了字摇之后 然后你就可能有一些事 就间接得罪了佛祖 然后他就帮你念经 去念经文 然后然后就无端端好了 然后之后就意识到 原来佛祖是想 这些人去拜他的时候 就放下字摇 所以这个全是就是说 如果你想求恩怨的话 你就去拜的时候 去还的时候 就要还一些字摇给他 对了 整个故事就是这样 我觉得挺有趣的 这个故事和太多了 我和阿咪都知道太多 这些故事了 但是香港就没什么人知道了 所以看看 遲些有没有机会 真的带大家去 参观一下泰国的庙宇 还有有些是 不知道龙妖野 不知道怎样拜法 虽然大家去得多 但是你不知道怎样拜法 如果你不知道怎样拜神的话 其实是很难得到福报的 因为你每一 怎么说 你那个入乡随俗 你不知道你那个规矩是怎样做的话 你是很难得到 它最大的福报给你 所以 很简单 你去拜王大先 其实我现在问回香港人 其实不是个人都知道 怎样拜王大先 就是最正统的方法 所以我们会将最正统的东西 讲给大家知道 叫大家去 不是知道这么简单 除了带大家去拜神 还有带大家去吃些好东西 好东西不是旅行书 和香港的旅行社可以去到的 是我们泰国人才知道 哪些真是最伊芝斑 最好吃 最冰淇淑 最没得顶的餐厅 是真是超级泰国地道人 才可以去到的 那大家留意回了 好了 那今次时间差不多 留下回回来再说 拜拜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 欢迎登入我们的Facebook Fan Page 袁谦 泰国佛牌 袁份的袁 张敬谦的谦 泰国佛牌 你可以登入我们的网站 和我们的PM留言 紧贴我们 如果你想你的声音 在我们的节目出现 如果你有灵异故事 和改运故事 想和泰国人Methi分享 欢迎你WhatsApp给我Methi MethiWhatsApp热线 62352828 各位朋友仔 有没有特别的故事 想和泰国人Methi分享 大家现在可以用WeChat 来分享你的故事 你的经历 而我的WeChat 就是泰国Methi T-H-A-I-M-E-T-H-E-E 大家尽情分享 好 欢迎大家听众 继续收听 因人疑第130集的第2节 我是泰国Methi 泰国Methi 回到今集节目 大家留意上节再公布 大家如果想看Azambi的 印度派的塔罗牌 380元 这个真的给大家优惠 限5名 如果过了这个限限 就是780元 是要怎样看的 这个 怎样看呢 大家过来店铺 到时我会开着屏幕 先说一下程序 就是说大家如果想 先约约时间 到时我再通知师傅 通知师傅就准备好 然后大家就去 街市买一些拜祭 佛祖的花 好像茉莉花 或者蓝花 一定要自己买的 我不可以帮你买的 因为看那个人是你 因为这些花是用来供 这个侍妇 和供 这个印度教的神 到时 约定的时间 大家过来 但是 大家一定要先资金 进入了钱之后 OK的 过来 然后约定的时间 到时我就开定屏幕 阿赞米就会在屏幕上 跟你说说 要做些什么步骤 好像要你抽牌 到时你自己想停 你就停 然后他会慢慢 将全部牌的意思 的东西 说回给你 是的 他说得很全面 他会说你的事业 你的木裂患 是叫做贵人 或者是你手下的 手下 是你周围的人 家庭运 你的家庭运 你各方面身体的东西 都可以告诉你 首先他会说 你要留意的地方 还有他会 说一些解决的方案 好像我上次 他就说 我要拿一些白色的银包 还有放一些15粒的穀物 进去银包 这些就是各个人不同的 他会知道你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增运 有什么增运的方法 他会为你度身定做的 看完之后 到时 看完之后 你有什么问题 所以大家可以写定 有什么问题 就给这位师傅问 问什么都可以的 事业感情人员 健康家庭 全部都可以问到的 或者你想 你有没有第三者 你的依赖是怎样的 你的各样东西 你可以问他 我到时就会全部翻译给他听 所有资料当然是绝对秘密 大家留意 只此一次批评380元 之后就会加价780元 大家留意这个批评 OK 那 未来的内容就是 Mee是否想说一下一些 关于佛牌骨粒的事情 其实不是的 因为我突然想起什么呢 就是这段时间 我们很热的 这个佐佐古猫 因为佐佐一 就没有用骨粒这件事 因为佐佐一 是纯粹真的是龙婆底的材料 那佐佐二 佐佐木挑剋 还有佐佐三 我们就会再特别加一些东西 就是人们常常问 是否阴的 其实有龙婆底 打一代是阴的 大家龙婆底的材料 不用说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就是无谓再说 如果玩开古马银 都知道是什么 所以我们特别第二代 会再加多些东西 所以用佐佐 其实无论哪一代 其实都是好的 但如果你觉得文老 我特别比较推介第二代 是的 因为方便攜带 我觉得是随时都在 一讲起骨粒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佛牌 有某方家 其实现在很多佛谱 我一直都说说 什么阴牌 正牌 阴牌 又正牌 正统古曼 阴牌古曼 这样 我又有点想反驳 就是什么呢 就是 你多鬼愚的 其实你有很多牌 都是你有一些骨粒在里面做的 但为什么你觉得它是正牌呢 是不是 因为它的龙婆出名 所以你觉得它是正牌 它是龙婆 所以你觉得是正统的东西 其实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对不对 但在我的概念 我的认识是说 你有用关于这些东西 就一定是阴牌的 那你不能够 因为如果它用你的先人 难道你又说它是正的 你又不可以这样分别它 你觉得是对不对 那我就在想 为什么你们这么强调 一些可能正牌、阴牌 又或者是用骨粒 又或者是製造 其实说真的 佛牌 其实有很多都是用关于骨灰的东西 如果以前旧牌 很旧很旧 又不知都会有这样的机会 即加进去 你们可能不必会知道 因为 始终你们翻译是有限 而且翻译的人 都未必可能会知道 有这么多的资料 我可能觉得我很极端的 但是我认识的东西 为什么我可能我的佛牌 不是说好给媒体 但是我始终我知道 那佛牌是阴还是正 而且你说是不是好 为什么我特别是去 估孔晚都不估牌呢 那佛牌就是两个人看的 因为为什么牌就是牌 估孔晚就是估孔晚 你又不能够将佛牌 就可以分正牌、阴牌 但为什么估孔晚 你又要分正牌 就是叫什么 正牌都是阴的呢 我觉得对估孔晚很不公平 你明白那个概念吗 是的 如果你像龙坡撒抗 我经常说 他们那些那么出名的佛牌 其实它代代都有骨粒的 它代代都有些恐怖的东西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因为它是用料 如果你没有一些什么料 其实你就觉得 因为它用在佛牌 所以觉得你们就不害怕 是不是 你是不是觉得有少少 调转了那个概念呢 所以我又觉得 不需要太过去戒坏它 是不是阴 其实阴也有很多 阴也有好的阴 阴也有坏的阴 如果那阴是好的 为什么你又不害怕它呢 我又不明白的 是的 那些人又觉得想 找多些钱 或者去一些偏满的东西 想找多些的 可能就会想供一些 叫毒灵的东西 其实我都明白你的心情 因为你觉得毒灵 就一定会给你 找多钱 其实你又不是这么想的 因为那些灵 你又要看它是怎么来的 那些灵 很多人就觉得 一师两名的灵 很厉害 是不是 你们觉得是 但是如果那些灵 它不是不愿意的 就是被阿赞收了进去 你更供奉的东西 那些就是不好的灵 因为它也不愿意进来 它也不愿意去帮你 但是有些 我见坊间 其实泰国也有很多 就是它愿意进去做的东西 因为它没得投胎 它又继不了福 即是它唯有在这方面 就好像作作其中一件的容料 就是因为它是想 因为它没得投胎 它就想借接这个机会 令它继更多福 就是等于你 它是愿意去做这个东西 它不是逼它进去 但是我见出门很多股猛 都是好像强行收回来 然后再放进去 又或者有些说到 因为这些年轻 被墮胎没有人要 所以强行师傅你不要 那我就帮你收了去 就帮你放回来 某些股猛 就是买那些假公仔回来 所以我又觉得 你们就会 调断那些步骤 还有那些步骤 去想一些 我觉得不正常的东西 是不是 我觉得好像很傻 是不是你觉得 我觉得 有时就是 香港人 他们又不会太问 他们全部都是照网上流传 写出来的中文 说回给大家知道 了解的资料是这样 其实不是的 因为我们泰国人知道 有些东西是 翻译回来 是不到位的 那个意思 大家认识不了 甚至有些 很博士级的翻译家 其实他们 翻译出来 都未必到这么到位的 所以大家的谋误 是真的产生了出来 所以没办法 很多东西都解释不了 因为其实我早就说 你强行去改了他的名字 其实你再两个名字 去泰国 其实都不知道是什么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 你如果真的喜欢那样东西 你要去了解 而且你真的 就是问我是不是要念经 是不是多些念经 那我都想问 如果供奉古文 那个都不是泰国人 那个都不懂泰文 那些其实都不是泰文 那些经文 全部都是巴里文 为什么他们又念到呢 我就说 其实你供奉古文是用心 其实不一定要有经文 有些师傅说 一定要经文才念 怎么说呢 就可以联系到 我觉得算了吧 这些古文 要不样都 如果我不懂经文 所以我跟你沟通不了 就等于你跟鬼佬聊天 你不懂英文 所以我就害怕了你 那些古文 你就供不到位了 我说得不对 所以你说念经文 我之前在视频 已经说了很多很多次了 大家如果戴佛牌 或者供奉古文 其实是不需要念经文的 真的不需要念的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修行的人 我们念经文出来 基本上是 可以说没什么用的 还有你说翻译的问题 我有一天就看到 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无聊找一下龙波爹的资料 原来师傅叫做 龙波青骨打工 那我就看了 其实香港有没有人说过 这位师傅龙波青呢 有的 有的 但我找到我死了 你知道谁我找的吗 我打龙波青 我就看看香港人 怎样打个青字 其实没有的 没有这个字的 中文 那我看看 我看到有人 post 用龙波青的古文就是 'Gumanoopluk' 就是'Gumanoop' 'Gumanoop' 就是'Gumanoop' 就是'Gumanoop' 他寫龙坡窗 我常常都说的 太窗的窗,龙坡窗 然后屈打光 然后我就照样打 屈就是那个屈,屈原的屈 打就是打人的打 我以为是寫那个江湖的光 又不是,他就寫屈打孔 屈打孔 其实我也是说 因为我说很多东西都不尽量翻译中文 不尽量不去拼音 因为其实我宁愿用泰文 然后用他下面的英文去拼 我都明白他说什么 但要你将譬如是寫笛 人家叫做寫笛 你们叫寫笛 其实我都不知叫什么 真的很好笑 我觉得你的音不要说太离谱 就是比我泰国人 我都翻译到屈打光 应该是打回江湖的光 或者其他光 那个光 这样才对 你没理由打屈打孔 你看到人 我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会这样打 我只是想到 可能那些人是不想被香港人知道 泰文的正宗法音 然后他们自己去找回泰国的师傅 或者泰国的牌商去找回这尊牌 我猜我的分析应该是这样的 但我觉得是绝对不应该是这样做的 其实泰国佛派是很流行的 基本上你如果有心去找的 你其实有心都找到 你不需要这样去谋误 即将一段谋误反映给大家知道 更枉为一个 怎么说呢 即是说宣传一个文化 其实是错误 真的想要强调这件事 今次时间差不多了 大家留意一下 Facebook Live会公布哪一位 可以得到碎石、银石 可以防挡一些不好的气场进来 还有如果有银银、钢银那些 你可以包好它 当作所事件 我觉得不需要 其实你这样握手 其实这样是最好的 因为你要接触那个力量 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少包住一些东西 我们都这样搭着袋就算了 其实你要用它 即是用手去感应它 每天摸一下它 它的纹或东西会变成的 是的 如果你包住了就没有这种感觉 但我觉得你可以指示一下 其实如果 你说做作股慢 是不是都是不包合好一点 其实是 因为现在我们做的做作 不是以前那些胶 又会怕断颈 又或者是那种 为什么会包住 因为下面塞住了一些银 是怕你不见了 下面有些银 所以你包住它 如果你是真的 不是带出街放在家 其实小砖 不用包都可以 还好帮 好 大家留意回 好了 今集时间差不多 下集回来 再讲个其他话题 好 下个星期再会 再会 拜拜 谢谢 现在不少香港人都会配戴泰国佛牌 希望借主佛祖的保佑 增强运气 吹吉避凶 以我们元軒泰国佛牌 亦都搜罗当地高增 大家所住做的佛牌 而大家如果有兴趣 欢迎大家 过来铜锣湾能助商场 25号铺 元軒泰国佛牌 看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